前方高能小心剧透 回到家,奶奶一脸严肃将姐妹五人轮流关小黑屋 姐妹刮五脸懵逼,不懂做错了什么 奶奶表示,朝阳群众已经向我举报了 你们在海边用丝处紧贴男生的脖子,简直臭不要脸 所以我要替你们去世的爸妈好好管教你们 更可怕的是第二天直男癌晚期的叔叔 带着姐妹们去医院做厨女检查 这他喵的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奶奶看到医生开的厨女症十分开心 并决定禁止姐妹五人外出 还将所有会让女孩们堕落的东西都锁好 哇哇,没想到口香糖都能被锁起来 EXO ME 虽然这是我见过口香糖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但还是求老司机解释一下口香糖怎么就谎报色情了 无聊的姐妹们现在每天就只能互相玩腿了 你神经病啊 为了驯化姐妹五人 奶奶和婶珍强行教他们做饭和女工 某天淡奶想去现场看球赛 直男还表示 女孩子跟那么多男人一起看球赛 成何体统 而球赛当天 足鞋表示 这场比赛是女性专场 姐妹花五人决定逃出去看比赛 结果却错过了唯一一趟进城的大巴 淡奶气到差点原地爆炸 好在来了辆卡车 姐妹们一轰而上 老司机很崩溃啊 但还是帮他们追上了大巴 来到现场的他们嗨翻了 还上了电视直播正好被奶奶看到 奶奶身旁的胖大妈赶紧跑去把村口变压器砸坏 全村停电 好让直男还完美错过球赛 这样就不知道他们逃跑外出的事了 玩累的姐妹花们回到家 奶奶出乎意料的没有责骂他们 周冬雨没头一皱 发现事情并不简单 果然第二天奶奶就请人把房子加固 姐妹们更加出不去了 到底姜还是老的辣 随后家里陆续来了些大妈帮儿子相亲 看穿一切的赵大告诉奶奶 要么我死 要么我嫁给路人甲 奶奶只能妥协 让路人甲上面提亲就好 赵大被选定 马上轮到前二 等到相亲男来 无话可谈 都不愿尬聊的两人坐在一起 大妈们竟然一直称赞两人 对对方都有好感 直接决定婚事 请问你们是瞎了吗 哪看出有好感的 父母之言 媒妁之言 简直腐朽至极 随后奶奶安排赵大和前二一起办婚礼 一个开心 一个悲伤 对比鲜明 蛋蛋劝前二开车逃跑 可是没人会开车 意识到会开车的重要性后 蛋蛋悄悄偷直男挨的车钥匙练车 当然蛋蛋完全不会开 而前二洞房刚完事 相亲男的父母就来看床单 相亲男却找不到父母想看的红色印记 这可是个大事 相亲男全家捉前二去检测是否处女 说实话看到这儿 我整个人还是蛮不寒而栗的 男医生告诉前二 你的处女膜还在 我可以给你发证 可是前二只是默默应答 现在没人会相信我是处女的 在这样的小镇 男人如此看重女人的真结 最后却让男医生来检查 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臭不要脸 大妈接着选中孙三 同样的面孕孙三根本没有反抗 蛋蛋开始从窗子爬出去找老司机学车 在老司机的指导下 蛋蛋很快学会 但是蛋蛋爬回去时 却被婶婶发现 这下好了 窗户也加上护栏 终于再也逃不出去了 窗子被封 大家变得更加抑郁 早饭也吃得无精打采 但这天孙三竟一反常态 微微一笑很有风情 甚至还敢在直男癌面前 做着搞笑暧昧的动作 直男癌一看 竟敢挑战我的权威 生气的命令孙三滚蛋 万万没想到 孙三没有反抗 还笑得很诡异 上楼后 哟的一声枪响 从楼上传来 毫无疑问孙三自杀了 直男癌赶紧把蛋蛋跟李四带离现场 第二天草草的把孙三下葬 赵大前啊 赶紧从婆家回来参加葬礼 赵前李蛋哭着紧紧抱在一起 可是结婚的两人 并不能离开婆家太久 姐妹见了一面就又散了 随后李四跟蛋蛋开始计划逃跑 去大城市找蛋蛋老师 蛋蛋做好了伪装玩偶 从奶奶那偷了点钱 一切准备好 晚上去偷车药室时 却发现药室不在原地 蛋蛋只能回去睡觉 等待下次机会 万万没想到 这时直男癌出现 蛋蛋跟过去发现 奶奶跟直男癌在吵架 直到两人看到了蛋蛋才停下来 蛋蛋借口自己下来喝水 回到房间却看到李四 在擦拭床上的不明液体 What the fuck 难道直男癌对李四 做了不可描述的事 求没收作案工具好吗 之后奶奶快速操办李四的婚事 李四出嫁当天 等迎亲队伍来后 蛋蛋拉着李四 迅速将门窗反锁 用各种东西阻拦直男癌进屋 没想到吧 你们要拦住我们出去的装备 现在成了房子最好的保护伞 略略略 蛋蛋马上打电话 让老司机来救他们 并到处翻找 终于在直男癌的衣服口袋里 找到车钥匙 换好装备 拿好钱 带上姐妹无人的合照 一起走 站着所有人都在拒窗户的护栏 两姐妹从大门悄悄逃出 蛋蛋四处探索 发现葡萄架可以钻出去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于是两人迅速跑上车 开走 可还是被直男癌追上 不过姐妹俩躲在一旁的树林里 逃过搜捕 再等到开始怀疑人生时 终于等到老司机 最后两人搭上通往自由的长途汽车 故事在蛋蛋跟女老师的拥抱中结束 看到这里 我只想 整个片子无疑是压抑的 好在最后是个happy ending 不然我可能会压抑上好几天的 最后还是希望所有的野马 早日脱江奔向草原 看完这个片子 我是真的懂得了这个道理 知识改变命运 女人靠自己才能做女王拥有自由 刷完节目 记得赶紧关注Peter并转发一波 加入粉丝群315764678 等你来聊 前方高能 巨头大爆炸 咱们下期再见